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结婚三年我从未见过妻子素颜,妹妹好奇躲在柜子里偷看,当晚就毫无征兆跳楼自杀,后来意外发现她留在枕头下的血疏,事实真相让我全家当场下滩。 跟林雪结婚三年,我从来没见过她的素颜。 她每天都化妆,戴妆一整天,还会特地等我睡着了再去卸妆。 第二天我醒来后,她又早早地化好了妆。 所以结婚至今,我还不知道她素颜是什么样子。 我提出过质疑,问她,宝贝,你为什么从来不让我看你的素颜? 当时,正在补妆的林雪玩耳一笑,因为我想一直在你的面前保持最完美的形象。 我们已经结婚了,你不用再有这么重的包袱,我肯定不会嫌弃你素颜的样子。 那哪行啊,你这么好又这么帅,只有化了妆的我才能配得上你。 我知道她是开玩笑的,但这一套却对我很受用。 庄后的林雪特别漂亮,那小尖下巴和大眼睛,谁看了都迷糊。 每次带林雪出去聚会,所有人都夸我老婆长得比女明星还漂亮,别提多有面子了。 因此,我只顾着沉浸在老婆的美貌里,逐渐打消了想看她素颜的想法。 放寒假以后,我妹小颜提出要来家里晚几天跟林雪商量一番后,她很爽快地同意了。 我妹的性格很好,来了以后,整天围着嫂子转,林雪婚后就没再工作,于是两人就天天一起吃喝玩乐。 开始还算和谐,直到几天后,我正在外地出差,小颜打来了电话。 嫂子的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她神神叨叨地问,这还真把我问住了。 你嫂子的脸能有什么问题?小颜告诉我一件事。 原来前几天,他们在街头遇到了一个网红直播,好巧不巧选中了他们,说是完成卸妆挑战就能拿千块。 小颜是个财迷,当场就卸了妆,但林雪却怎么也不肯。 那博主看林雪漂亮,就把价格加到了五千,林雪还是不为所动。 博主继续加码,说卸妆就给一万块,林雪一日不同意,对方是个有着几千万粉丝的超大网红,最后他叫了针,说是给十万,只要林雪肯卸妆,他立马转十万块钱给她。 直播间里有十多万人在看热闹,豪华礼物剧不停,都等着看林雪卸妆,最后博主把奖励加到一百万,还是没能打动林雪。 小颜早在旁边劝了嫂子好几次,却毫无作用。 我是不可能卸妆的,你就算给一千万,哪怕一个亿,我也不会卸。 林雪说完这句话,直接丢下小颜走了。 你说,要不是脸有什么问题,谁会拒绝一百万卸个妆,咱们又不是富二代。 小颜的疑问,也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我们的经济条件很一般,每个月要还几千的房贷,如果只是卸个妆,就能得到一百万。 哪怕林雪素颜是个恐龙,也不会拒绝这样的条件吧。 看来是我平时的确太宠她了,她连这么大的事都敢自作主张。 我爸妈累死累活地赚钱,她倒好,百万说不要就不要。 所以,嫂子的脸到底有什么问题,连一百万都打动不了她,其实我也没见过林雪的素颜。 我无奈地说,小颜彻底惊了。 她在电话里琢磨,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等我出差回来,再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吧。 到时候,要是她不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必须得让她自己想办法给我弄回来这一百万。 小颜明显等不及了,我恨不得马上就看见嫂子的素颜。 你看不到的,三年了,我都没看见,别说这几天了。 小颜信心满满,放心,我已经想到了办法。 我忙着赶去工作,并未将她的话放在心上。 但我没想到,这会是我这辈子跟妹妹的最后一次对话。 跟小颜通话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忽然接到我妈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妹妹跳楼了,人正在医院里抢救。 震惊之余,我顾不上难过,火速跟领导请假,坐高铁回了家。 医院里,父母边抹眼泪边胶着的望向手术室。 林雪也在,表情看起来很是凝重。 即便如此,她仍然化着精致的妆,漂亮的脸蛋,看得我莫名窝火。 小颜是在我们家出的事,并且昨天她亲口说会想办法看见林雪的素颜。 我的直觉告诉我,妹妹跳楼跟她脱不了关系。 努力压抑住情绪,我问林雪这是怎么回事。 林雪摇摇头,说出来龙去脉。 我也不知道,凌晨四点左右,我正在睡觉,突然听见楼下吵吵闹闹的,说是有人跳楼了。 我起床看小颜的房间没人,就赶紧下楼去了,这才发现跳楼的人是她。 所以,你是化了妆才下去的,林雪撒过脸,不再看我。 是,你知道的,我从不素颜世人。 她妈的我妹都跳楼了你,还有心情化妆,结婚数年,我第一次想对她动手。 是不是我半夜死,你也要先捣治好你的那张脸呢? 本来只是气头上的话,没想到林雪净垂着脑袋,不做回应。 这明显是默认了我的说法。 我真是气坏了,老婆把化妆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这谁忍得了我随手抄起路过的护士小推车上的酒精。 我把林雪按在墙上,现在就把你那破妆给我卸了,我倒要看看你到底长着什么鬼样子。 苏航,你疯了是吧?快放开我,林雪拼命挣扎,试图挣脱我的禁锢。 我气红了眼,猛地拧开酒精,因为手不稳,瓶口窜出来了些液体,淋到了林雪的脸上。 她大惊失色,尖叫着捂住脸,猛地甩给我一巴掌,滚,疯了,她真是疯了。 我正想继续采取点什么措施,那头,手术似的灯灭了。 爸妈顾不上劝解我和林雪,赶紧上前去问问情况。 但医生只是无亲地表示,病人出血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尽力了,节哀。 小颜她,死了。 瞬间,父母哭得呼天呛地,我也痛哭起来,不敢相信妹妹已经离世。 悲痛中,我看见林雪捂着脸,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医院。 趁着父母去见妹妹最后一面,我回了趟家。 我要找到林雪当面问个清楚,可我回到家后,却发现老婆并不在家里,屋里安静地可怕,妹妹住的房间的窗户开着,还维持着跳楼前的原样。 我怎么也想不通,小颜为什么要跳楼。 我走到窗边,正想伸手把窗户关上,无意间一瞥,却忽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窗台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血红的字。 千万别看嫂子的素颜,是小颜的字迹。 我打了个冷战,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别看林雪的素颜,难道说,小颜是因为看了我老婆的素颜才跳楼的? 她的素颜到底是什么样子,竟能让我开朗的妹妹直接自杀。 刹那间,恐惧和愤怒同时包裱住了我。 我默默地擦去窗台上的血纸,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看看林雪的素颜。 不是明天,也不是晚上,就是现在。 我拨通林雪的电话,好声好气跟她道歉,同时诉说自己失去妹妹的悲痛。 她明显不知道那杭血字的存在,沉默了很久,还是原谅了我。 我现在回家,跟你一起处理你妹妹的后事,不过我不小心把钥匙弄丢了。 没事,我在家等着,给你开门。 我的语气平和,但我垂下的那只手紧紧摸着,青筋突起,我已经计划好了。 在林雪开门的一瞬间,就把她打晕,再亲手卸了她的妆。 沐浴露,洗洁精,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看见她的素颜。 终于,我在沙发上等了半个小时后,门口传来敲门声。 我随手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朝门边走去。 门开了,但来的人并不是林雪。 我的反应很快,立即将还没灰出去的烟灰缸收了回来。 干什么?想洗警啊? 两名警察站在门口,神情严肃。 我赶紧陪笑,不敢不敢,家里刚出了事,我还以为是小偷。 警察没跟我计较,只说是来调查关于小颜跳楼的事情。 我虽然怀疑林雪,但并不打算将妹妹留下遗言的事情说出来,毕竟这年头找个老婆不容易。 我告诉警察,妹妹应该是自杀的。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他们问我,你的妻子最近有异常吗? 我摇头否认,林雪的性格很好,妹妹跟她相处得很愉快。 你们结婚三年了,怎么都没要孩子,这跟我妹跳楼有关吗? 因为事发时只有你妻子在家,所以我们需要评估你的婚姻状况,判断有没有异常。 我点头,回答道,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因为没钱。 警察一记录下来,问完后,他们又搜查了小颜的房间。 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竟然真的在小颜的枕头底下,找到了封血书。 血书里,妹妹说过去常常因为自己相貌丑陋而感到焦虑, 尤其是看见嫂子后,非常羡慕她的美貌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痛苦不堪,越来越无法承受,最终选择了自杀。 我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 几天后,我跟林雪都被叫到警局做最后的盘问。 最终,警方排除了小颜死于她杀的可能。 毕竟经过鉴定,血书确实是小颜的笔迹,家里人又都表现正常。 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消除了对林雪的怀疑,因为就在昨天晚上,我整夜没睡,一直闭着眼睛假妹。 终于在半夜一点多,听见枕边人传出均匀的呼吸声后,才悄悄地睁开眼睛。 我看见了林雪的素颜,蹄肤白皙,五官精致,卸了妆的她,只是褪去了白日里的妖野,跟恐怖没有半分关系我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我的妻子没有问题,我又能光明正大的,享受她的美貌给我带来的优越感。 至于错过的那一百万,前几天小颜提起的那名网红,因为违法被抓了,看来当时她说的话也不能当真。 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本该是幸福到了极点,可惜我,想着想着,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此时的我完全没意识到,身侧的妻子缓缓地睁开了眼,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警察结案以后,妹妹终于可以下葬。 林雪也跟我们一起回了老家,在埋葬妹妹的骨灰时,林雪指着旁边的一片骨包,问,这是谁的? 我妈正在抹眼泪,听了这话,回头狠狠地弯了一眼林雪。 我赶紧把她拉回来,这不是坟,只是个石包。 小土包就在我们家的地里,那一圈的麦子长得尤为膏状,远远超过了其他麦苗的高度,也难怪林雪会误会。 竟敢在妹妹的葬礼上说这种话,要是在以前,我父母一定会狠狠说她一顿。 只是那片地肥料洒多了,你别瞎问。 林雪乖巧地低下头,不再开口。 看着她漂亮的脸蛋,我的心里总算多了几分安慰。 这张脸实在是太美了,也难怪妹妹会因为自己的长相而自卑。 办完葬礼后,林雪主动提出让父母跟我们一起搬到城里住。 她的葬礼让我很欣慰,我妈非要先把家里的积压卖了才肯放心走,于是只有我爸先跟着我们一起回了市里。 妹妹出事后,我只请了十天假,现在早就超过时间了。 回到公司,我疯狂地赶工作进度,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情。 开始还相安无事,直到三天后。 晚上八点,我接到林雪的电话,他慌张地说,苏航,你爸在浴室滑倒了,顾不上工作。 我火速回家,一进门就看见父亲正躺在浴室的地上。 他没穿衣服,瑟瑟发抖,身下还留有黄色的液体。 你怎么还不把我爸扶起来,看见这一幕,我恨不得当场甩林雪几个耳光。 不是我不服,是你爸根本不让我靠近。 他的表情很适舞。 是黄思思,是黄思思回来了。 我爸瞪大眼睛,颠颤巍巍地用手指着林雪。 我吓得脸色惨白,惊恐地上前捂住父亲的嘴。 爸,你说什么呢? 什么黄思思? 不要乱说,但我爸还是止不住地打多诉。 嘴歪眼斜,口水直流。 是他,就是他回来了。 那头林雪好整以侠地看向我。 苏航,谁是黄思思? 我心乱如麻,那三个字令我如坠冰桶,哪里还顾得上回答他。 贱人,哪那么多话,还不快帮我服役把我爸。 林雪似乎没想到我会骂他,整个人愣了一下,而后才滴滴地硬着好。 把我爸送到医院后,已经很晚了。 我烦躁地在医院的走廊里来回踱步,那三个字像魔咒一样绕在我的耳边。 黄思思,黄思思,林雪看出我的不安,温柔地拍着我的后背,告诉我她是谁可以吗?或许我可以帮你们。 我实在不想提,但嫁不住一个人,承受实在太崩溃,只能将一切合盘托出。 黄思思是我的上一任妻子,跟我结婚后没多久,她就得了癌症,我们家的条件有限,没钱给她治疗,短短数月,她就去世了。 父母一直觉得是自己没用,拿不出钱,心里一直没法释怀,渐渐地,这个名字也就成了家里的禁忌。 就只是这样,林雪满脸狐疑地看着我。 不然呢,你以为是怎么样? 没事,我就是觉得奇怪,既然只是这样,为什么提起她? 你爸会像是见了鬼一样,毕竟你们的经济条件有限,没钱给她治病,也是无亲。 我爸妈太善良了不行吗? 我的心里没来由得燃起怒火,你他妈少对我爸妈说三道四的,我还想问她为什么指着你发疯呢? 我真是越来越想删她了。 要不是我上过大学,跟那些没本事的男人不一样,真想把她按在地上好好打一顿。 我也不知道你爸怎么了,我只是是穿了下新买的衣服,你爸一打开浴室门,就突然指着我大喊大叫起来。 新衣服,你买的什么衣服? 林雪拉开羽绒服的拉链,露出一件红色的毛衣。 我记得,黄思思第一次来我们家时,穿的就是一件红色的毛衣。 难怪我爸会突然发狂。 自从妹妹死后,老两口的精神状态就一直不太好。 我爸本就有高血压,今晚应该是劳心伤神,加上老眼昏花,看错了人,绷不住后彻底倒下了。 只是我没想到她这一摔,就摔成了瘫痪。 我妈哭着说,今年是造了什么孽,好好一个家,几乎快要散了,可不管家里乱成什么样子,林雪永远都是那样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我吓走决心,要离开这个女人。 反正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有领证,仅仅只是办了个婚礼。 离婚,我不同意,林雪想也不想,就拒绝了我。 不是离婚,是分手,反正我们只办过酒席,没有领证。 我妈私下告诉我,家里多灾多难,肯走是因为林雪这个扫把星。 她命里带煞,专客夫家的人。 按理说,这都是封建迷信的说法,但这接二连三的事情实在太离谱,我也不得不怀疑了。 苏航,我们结婚三年,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你不能像个正常的男人一样,我从没嫌弃过你,就算以后不会有孩子,我也没半句怨言,你凭什么跟我离婚? 我头一次在林雪的脸上看见这般急切的表情。 她说得对,这段婚姻不正常。 我的身体受过伤,丧失了正常的男性能力,我们从未有过夫妻生活,但凭我一个月五千多的工资,配她还是绰绰有余的。 她是个孤儿,在我这白吃白喝这么多年,已经算变值她了。 我不愿跟林雪废话,下了最后通牒,我现在要回老家一趟,明天回来,到时候你最好已经搬出去了。 这次我爸出事后,我妈让我回老家一趟,去给黄思思捎点纸,先是坐大巴到镇上,然后又雇了辆电动车,把我送到村子里。 我在村头小店匆匆买了点纸钱,赶紧往家里的麦地走去,黄思思死后,尸体并未火化,而是被葬在了我家的麦地里,就是林雪那天问的那块土包。 到了田间,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我一边烧纸一边开口,你要是有什么不甘的,也别来怪我们家的人,要怪只能怪你的命不好,你的死,不全是我们的错。 龙冬的天,田地里寒风阵阵,吹得人的脸颊生疼,我冷得直打颤,却不敢停止动作,一直往火里添着纸钱。 诡异的事,那堆火燃着燃着,竟然灭了。 一时间,四周陷入无边的黑暗,瑟瑟的风声中,身后好似有脚步声传来。 真他妈扫人,我拿出打火机,是好几次都没点着火,正想拿手机照明。 忽然,一双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苏杭,我浑身的血都冷了。 这声音,跟死去的黄丝丝的声音,一模一样。 谁,我机械地颤抖着,并不敢回头。 是我,伴随着女人的叹息声,你不要跟我离婚,好吗? 我松了一口气,对着林雪就是破口大骂。 你神经病啊,大晚上的跟着我,你想吓死我吗? 她垂着脑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我没空搭理她,将纸钱烧完以后,我回到自家在村里的房子已经是深夜了。 今晚肯定回不去市里了,只能跟林雪在这凑合一晚上了。 到了老房子里,林雪就忙前忙后给我做了顿晚饭,还不嫌麻烦地给床铺换了新的床单备照。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又不想离婚了。 吃完饭后,林雪递给我一杯热水,我会照顾好爸妈,求你不要跟我离婚。 好吗?灯光下,她的脸惨白无比,明明语气里满是祈求,嘴角却带着莫名的微笑。 那股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感觉又上来了,带到一杯水喝下肚,我猛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之前一直被我忽略的问题。 那夜我以为的,看见了林雪素颜的样子,会不会根本不是她的素颜? 毕竟我听说过,有一种妆容叫做伪素颜。 苏杭,最近你太累了,好好睡一觉吧。 她摸着我的头,困意果然越来越重,没多久我就合上了眼皮。 醒来后,我决心不再跟林雪离婚,眼下父亲瘫痪,我们欠着医院那边不少钱,后续的治疗费用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再加上银行那边还差一百多万的房贷,此时让林雪离开,真不是一个好时机。 至于她的素颜到底是什么样子,林雪既然愿意一直戴装生活,就随她去吧。 事到如今,我也无暇顾及其中的真正原因,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开始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 用常规办法肯定没有那么快能筹到钱,不过我并不是一般人。 我对林雪说,我妈今年也不小了,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前段时间我给她买了大额保险,只要她死了,我们就能获得一大笔钱,到时候房子不用卖,爸的病也能治了。 林雪很是惊讶,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那可是你妈呀。 那有什么关系,谁让她们没本事,不能让我当富二代呢? 这些阴暗的想法,早就占据我的内心了。 林雪没法说服我,我也劝不动她,最终这段谈话不欢而散。 可推开卧室的门后,却见我妈就坐在沙发上。 妈,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医院照顾我爸吗? 哦,我回来拿点东西,我妈不敢看我的脸,眼神刻意躲避,我拿点东西就走。 转身以后,我好像看见她开了开眼角。 她应该什么也没听见吧? 可第二天,她就死在了公园。 尸检显示,她是世西死的。 是把塑料袋套在头上后,活活被闷死的。 母亲的死被排除她杀,塑料袋上只检测出了她自己的指纹,并且她离开前,将存折给父亲的行为,更加证明她有自杀倾向。 我知道,她一定是听见了那段话。 警局新调来的刑警上门走访,问我,为什么母亲死了? 我却一点都不伤心。 我内心复杂,摇了摇头,我只恨自己没跟着她一起死。 对方还以为,我是因为连遭变故精神受挫,并未再继续盘问。 送警察下楼后,只见阳光正好。 我抬头看着令人炫目的太阳,心想,总该结束了吧。 但根本没完。 父亲在医院里,开始有了异常的举动。 深夜看见前来换药的护士,他就像面对索命的厉鬼一般,挣扎抗拒。 仅仅只是因为对方工作牌上的姓名里有私这个字。 我安慰父亲,这只是幻觉。 但他根本连半个字都听不进去。 看着父亲消瘦到极致的脸。 我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自欺欺人了,唯有直面这一切,才能得到救赎。 我带着林雪回到老家,挖开麦地里那片最茂盛的麦苗,直到森森白骨露出地面,我才放下铁锹。 在这个过程中,林雪始终没说一句话。 随后,我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电话里,我说出了那个尘封数年的秘密。 我要自首,七年前,我杀死过一个女人,叫黄思思。 她是被我妹妹诱骗来的,我们全家都是杀害她的凶手。 电话挂断后,我看见妻子绝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我叫林雪。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能会让你觉得我是个很可怕的女人。 但事实是,曾经的苏杭那一家人,才是像鬼一般的存在。 我知道现在的你看得云里雾里,迫切地想知道真相,但请再耐心点。 一切都要从几年前,我的女儿黄思思即将高中递业时说起。 没错,黄思思是我的女儿。 那时,思思和苏小妍都在县城里上学,他们虽是同学,但交集并不多,直到有一天,学校打来电话,说女儿旷课了好几天,已经很久没回学校了。 此前,我就隐约听说过,在离县城非常遥远的山村里,还有着拐骗少女的恶行。 担心女儿凶多吉少,我跟警察找了整整三个月,却没有半点思思的消息。 无亲,警方实在分身乏术,找人的力度渐渐变小,我们走投无路,暗地里花重金找了个顶尖的私家侦探。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不过是已经死了的女儿。 私家侦探找到思思的时候,苏家人正准备埋了她,卖地里偷埋的那一幕刚好被侦探偷拍了下来照片上。 女儿消瘦得不像她,原本漂亮的眼睛睁得很大,苏杭和苏傅正抬着她,她的身上伤痕累累,包裱尸体的床单被血染得通红。 从看见照片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没有别的意义,只为给女儿复仇。 那段时间,还有一个人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叫徐明,跟我女儿是十几年的好朋友。 两个孩子从小就玩得很好,原本,他们计划要考同一所大学的。 照思家侦探的建议,就是徐明提出来的。 那侦探告诉我们,我女儿是被一个叫苏小妍的女学生拐骗走的。 苏小妍是个外相,对谁都自来熟的女孩,跟我女儿是同班同学, 当她邀请我女儿去村子里玩时,思思根本没有一丝防备。 并且这件事情,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以至于女儿出事后,谁也没有怀疑到苏小妍的头上。 女儿到了苏家以后,他们一家先是把他关在了地里, 直到外界调查的力度渐弱,风头过去,苏家人才开始了真正的虐待。 苏家只有苏杭一个儿子,他们本来是想让女儿先生下孩子, 再杀了他的。 但我女儿的性子太倔,根本不配合苏杭, 这令他遭受到了苏杭父母的毒打。 而彻底激怒苏家人的是,思思在苏杭侮辱他的时候, 咬伤了苏杭的性器官,伤口太深, 苏家怕人看出端倪,又不敢带苏杭去医院,草草处理, 苏杭就这么感染了之后,彻底成了一个废人。 这在苏家眼里算是滔天大罪, 他们一怒之下直接把女儿活活打死了。 这整个过程都被村里的一个小男孩目睹了。 侦探假装成游客,仅仅用了一些零食, 就从小孩的嘴里获取到了这些信息, 其实村里多多少少都清楚, 苏家骗来了个女孩, 但警方走访时,谁都没站出来说。 因为那个村子里,没有几个家庭是清白干净的。 连苏小妍这种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孩子, 都能做出诱骗同学的事情, 可见他们村的作风有多恶劣。 徐明问我,如果把这些都告诉警察, 他们全家能全被判死刑吗? 恨意禁运骨髓,我却只能摇头。 很难,苏航爸妈很有可能会揽下所有责任, 苏小妍也还是未成年。 可是,我想要他们全家都死。 我何尝不是呢? 我是个单亲妈妈, 女儿懂事乖巧, 我一直将她视为上天的恩赐, 从没想到有一天, 她会离我而去那段时间, 我整夜失眠, 指甲扎进血肉里, 恨不得将那些人牵刀放别。 但我知道不能冲动行事, 一切都需要从长计议。 有一天, 徐明忽然满头大汗地跑到我的家中, 问我, 阿姨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苏航的脸型长得有点像? 我愣住了, 好像是有点像。 所以呢, 她说, 我有个办法, 能让他们一家人都死。 给我几年的时间, 可以吗? 我选择相信那个少年。 于是, 我们让侦探把一切信息保密, 走上了亲自复仇的路。 女儿去世以后, 苏家人觉得苏航传宗接待无望, 砸锅卖铁给她买了个民办专科的入学名额, 希望以此让儿子出人头地。 就这样, 苏航竟然读起了大学, 那可是我的女儿硬生生地错过的东西。 这三年里, 我一直监视着她, 直到三年后, 她毕业了, 我开始计划的第一步。 我虽然已经四十岁了, 但身上几乎没有皱纹, 不熟悉我的人会以为, 我是花了大价钱保养出来的, 实际上这是天生的。 为了接近苏航, 我把短发嫁接成长发, 接了睫毛, 又在脸上涂上了整整三层的粉底液, 那是徐明从国外游寄回来的, 一种很特别的粉底液。 她的覆盖力很强, 上脸效果特别好, 这三年, 我每天都离不开她。 我换上当季流行的衣服, 模仿年轻女孩的姿态, 看起来无破绽。 看见镜子里年轻漂亮的女人, 我没忍住哭了, 要是思思没有出事, 她本该长成这般亭亭玉丽的美好模样。 之后, 我刻意制造偶遇, 在地铁上主动要苏航的微信号, 正是走进了她的生活, 在我的几次主动示好下,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 不久后她坦白了自身的缺陷, 我假装勉强接受后, 将编撰好的孤儿绅士告诉了她。 就这样, 我跟苏航在她的老家办了婚礼, 我们没有领结婚证, 一是他们不指望我生孩子, 二是因为她家刚贷款买了房, 怕领证后会有我的那份, 我知道她是烂人一个, 还是甘愿委身在她的身边。 只要最后能成功,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开始了以假面世人的三年生活, 我的眉眼长得跟女儿特别相似, 若是不加以修饰, 时间长了难免惹人怀疑。 除了粉底液外, 我还会用双眼皮贴和眼线改变眼形, 以此壮实真容。 每天晚饭的时候, 我都会在苏航喝的水里加安眠药, 确保她睡得够沉。 当然, 如果她真的心血来潮, 非腰让我卸妆, 那我也不会畏惧, 因为徐明给我的粉底, 普通的卸妆水根本溶解不掉, 必须得用一种特殊的液体才能洗去。 而且, 那粉底涂在脸上, 自然地跟人本身的皮肤没有区别, 唯一的缺点就是还没正式上市, 有些难搞到手。 就这样, 直到几个月前, 徐明回来了。 她出国了六年, 几经周折, 拜了一位特效化妆师大佬为师, 数年的修炼下来, 她的化妆手法简直出神入化。 所以, 当她化成苏杭的模样, 出现在我的面前时, 我几乎分辨不出来, 她和那个男人的区别。 之后, 徐明掩藏身份, 在小区物业上起了班, 偶尔寻茶楼时, 我会跟她打个照面, 却从不交流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让姓苏的全家都付出代价。 计划是早就制定好的, 先从放寒假的苏小妍下手。 那天, 我听见苏小妍跟苏杭的通话, 知道她对我的素颜感兴趣, 于是便让徐明给我画了一个特效妆, 是按照女儿死时的那张照片来的。 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模样时,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伤痕累累, 血迹斑斑, 真的跟思思死时一模一样。 可我只是化妆成这样, 她却切切实实地经受了这些痛苦。 那晚, 我早就知道苏小妍躲在柜子里, 就等着我睡着后出来偷看我的素颜。 我怕她会提前打开柜门, 一直都用椅子抵在柜门前, 待妆容完成后再把椅子撤走, 确保她出来时我已经进入状态。 苏小妍大概是在里面睡着了, 一直到凌晨三点多, 我才听见柜门打开的声音。 嘻嘻仔性地, 声音来到了我的眼前。 我就那样睁着血红的眼睛, 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床上, 直到我感觉到了苏小妍的脚步停在了床边。 恐惧到了骨子里, 是连叫都叫不出来的。 手机手电筒的光打在我的脸上, 她捂着嘴, 身体抖得像筛康。 黄,黄思思, 怎么,怎么会是你? 当年女儿死的时候, 苏小妍也在,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辈子会再次见到这一幕场景。 我没说话, 只是不停地笑。 她哭着后退, 质问我想干什么。 看见她扭曲的脸, 我突然猜想, 这几年女儿是不是时常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她明显神志不清起来。 嫂子, 这是你的素颜吗? 怎么会这样? 你的素颜怎么会这样?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惊恐到了极点。 我不说话, 只是站起来, 赤脚踩在地板上, 步步紧逼着对方。 慌乱中, 她退到了自己的房间。 咯咯的笑声十分甚人, 黑暗更是放大了恐惧, 苏小颜无处可避, 情急之下打开了窗户。 苏航的房子在七楼, 此前五楼的邻居安装了外申的大雨棚, 她可能以为跳下去, 落到棚子上就能解除危机。 但苏小颜不知道, 白天的时候, 徐明以宇鹏有高空坠物的隐患为由, 带着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劝导, 三楼的人已经把宇鹏拆除了。 黑暗很好地掩盖了一切。 或许是怕其他人看见我的素颜, 尤其是她那有高血压的父亲, 她甚至贴心地用红色马克笔给苏航留下了提示。 她没想到那句话会成为自己的遗言。 苏小颜坠楼后, 一直在楼道等候的徐明进来了, 先是弄好我的脸, 接着又把她提前写好的血书, 放在了苏小颜的枕头下。 六年的时间, 足够成功模仿一个人的自己了。 楼下宇鹏的突然拆除虽然过于巧合, 但却是在常理之中, 且物业的人跟苏小颜向来无怨, 最终她的死被认定为自杀。 这之后, 我如法炮制, 下滩了苏航的父亲。 那晚化好妆后, 徐明在外控制电闸, 我推门走进忽明忽暗的浴室里。 至于苏航的母亲, 在苏航提出离婚的那天, 我跟着她回到了村里, 晚饭的那杯水里被我下了药。 她喝下, 以后就陷入了昏迷。 五花大榜后, 我把苏航丢在了曾经官女儿的那个地牢。 这时, 徐明乔装成苏航, 并伪装了她的声线, 跟我一起回到了市里。 在苏航家, 我们刻意说那番话让苏母听见, 就是想让她自己了断。 她果然够爱儿子, 为了不让苏航烦恼, 她当晚就不犹豫地把自己活活闷死了。 所以, 自那杯水之后, 都是徐明代替苏航, 在做内心独白。 甚至很贴心地, 替她打通了电话, 在电话里向警察自首。 眼下, 见时机差不多, 我把真正的苏航, 从地牢里放了出来。 一见到我, 她就红着眼扑过来, 试图把我掐死。 好在她饿了好几天, 打起人来没有什么力气。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你他妈的迷晕, 老子想干嘛, 是不是看我家出事, 想独占我的房子, 真可笑。 苏航还不知道, 藤爱她的母亲已经死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 她更加怒不可遏, 甚至拿起了桌上的刀。 肯定是你刻死我妈的, 我要杀了你这个扫把星。 她挥刀向我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 警察破门而入, 这一幕刚好被警方目睹。 苏航被暗倒在了地上, 而徐明早已隐身, 躲到了暗处。 东方即白, 晨光加威, 迟到太久的制裁终于来了。 丝丝的骸骨被挖出来的那天, 城里下了小雨。 苏航没穿雨衣, 被淋得像个落水狗, 去犯罪现场进行了指认。 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乖乖地将作案细节一一交代。 苏航并不知道母亲死亡的真正原因, 还以为她是因为承受不住变故, 绝望之下才自尽的, 愧疚使得她并未将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父母的身上, 这更有利于她被严惩。 但她竟还没完全知错。 苏航在审讯时, 大言不惭地吃麦丝丝, 我们虽然打死了她, 但那也是因为 她先害得我没法生孩子了。 因为这是, 我爸妈把眼泪都流干了, 我差点没忍住进去掐死她, 但眼下我还是她妻子的身份,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忍忍, 再忍忍, 苏航的态度,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加上当年事发时, 思思还未成年, 而她已经满十八岁了。 律师说她会向法官主张, 判苏航死刑。 后来, 我去看守所看苏航, 告诉她, 她的父亲不配合治疗, 大小便失禁, 已经命不久矣的消息后, 她突然暴怒, 隔着铁骑打我, 甚至还扬言要杀了我。 她抓伤了我的胳膊, 留下好几道血淋淋的口子, 积压期间再度伤人, 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但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最后一次见苏航时, 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结局, 颓丧地坐在椅子上, 无力地开口, 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想看我卸了妆的样子, 我冲她微微一笑, 好奇吗? 可惜你永远也不会看见了。 拎着包起身就走, 我听见身后传来男人痛苦的嚎叫声,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以林雪的身份。 我的真名叫黄仪, 并非孤儿, 曾经有一个女儿, 女儿随了我的姓。 至于我的真言嘛, 我的脸上有着大片的红色胎记, 几乎覆盖了整个右脸, 很是圣人。 或许这就是老天宫廷的地方, 我年纪渐长, 皮肤却依旧细腻紧致, 但脸上的胎记却愈发显眼, 激光手术做了好几次, 都是收效甚微, 加上手术实在太疼, 我便放弃了。 我的丈夫是个穷小子, 当年若不是没钱, 她也不会娶我。 我们结婚有多久, 她就嫌弃了我多久。 终于在我生下女儿后, 重男轻女的她对我的厌恶达到了极点, 在一个晚上, 悄悄推开门离了家, 丢下我们母女, 从此再也没回来过。 我没有自怨自艺, 让女儿随我的姓, 独自将她抚养长大。 脸上的骇人胎记, 令我在生活里屡屡受挫, 但女儿就像个小天使一样, 从未嫌弃过我。 在外面, 她会大大方方地说我是她的妈妈, 有人说我丑, 她会敢地替我回击她还说过, 以后要学得一手好的化妆技术, 把我打扮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甚至有一次家长会, 老师偷偷给我看了她的作文, 她在里面写道,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要是真的有七色花, 我一定会想办法摘下来送给她。 我问老师什么是七色花, 对方说是童话故事里, 一种可以让人实现愿望的花朵, 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那一年, 女儿才八岁, 被苏小妍骗走的那一年, 她还不满十八岁。 苏航后来告诉警察, 当年苏小妍是看中丝丝漂亮单纯, 就骗她说村子的山上有可以治疗胎记的草药, 鼓吹这种天方多么灵验, 成功地把她骗到了自己家。 苏小妍一再叮嘱草药昂贵, 需要保密, 思思就真的谁也没告诉。 到了苏家, 苏小妍随便给了她一把野草, 说是治疗的草药, 试图先稳住她。 那把野草被女儿小心翼翼地护着, 直到死, 她的手里还握着那把草。 我在照片上看见她时, 几颗早已枯黄的草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那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能忘, 不敢忘。 终于到了开庭那天, 我卸干净妆容, 素颜世人, 以黄思思妈妈的身份出庭。 长期戴妆, 使得我的皮肤辣黄, 特别没有气色, 加上骇人的胎记, 剪短的头发, 微佗的脊背, 简直跟从前化了妆的模样, 判若两人。 没人会想到, 像貌丑陋的被害人妈妈, 会是那个凶手的漂亮妻子。 我声泪俱下地诉说女儿当年的乖巧, 这些年, 我对她的思念, 有不少人听后都抹起了眼泪。 休息半小时后, 法官当庭宣判, 判处苏杭死刑。 眼泪瞬间滑落, 我在法庭上嚎啕大哭, 一旁的徐明也默默地擦去眼泪。 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 等了多久。 判决结果出来后, 苏杭并没有提出上诉。 他家所有的财产都将用于赔偿, 最终到我的手上。 可不论赔多少钱, 再也换不回我的女儿了。 庭审结束后, 人群散去, 参与庭审的警察却觉得奇怪, 罪犯很快就要被枪毙了, 他老婆却不见了。 跑了吗? 我轻笑着拢了拢头发, 血红的胎迹展露无遗, 那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吧。 徐明跟我一起重新安葬了思思, 他说他过几天就要进电影剧组, 做一名正式的特效化妆师。 这也是当初思思的梦想。 我很感激他为女儿做的一切, 打心底里支持他去追梦。 徐明离家时, 已经是春天。 女儿的墓前, 有草木发了芽, 当年, 就是这些小小的野草, 让我失去了此生挚爱。 童话里的七色花, 珍贵的宝物嘛, 可我早已经得到过了。 那就是我的宝贝 用生命诠释的, 世上最纯净的爱。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